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二百七十八集 宋卿城见他没听懂自己的意思 便着急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店长好说话的让人觉得不对劲 你说 会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新月被他说得一愣 能有什么阴谋啊 难不成老板卖花还能把咱们也给卖了 我就是觉得老板太好说话了 有点不正常 而且是太不正常了 当然 也或许是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好老板 所以突然碰到一个好的 有点不适应 你就知足吧 万一让你遇到那种刁钻刻薄的老板 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当然了 老板呢 那也是看在你工作表现还不错的份上才准嫁的 不然你以为老板那么好说话呀 新月没有他想的那么多 反正他就觉得 老板人平时都挺好 好说话也是正常的 再说了 卿城上个月一个人的业绩占店内业绩一半 老板当然是慧眼识人 想留下他这棵摇钱树 宋卿城还是有点狐疑 真的就这么简单 也可能是花姐和曹主管马上就要离职了 店里人手不够也是一部分吧 新月忽然想到了这点 宋卿城又惊讶又疑惑 花姐和曹主管又离职了 为什么 人家都是外地人 马上过年了 花姐要回去结婚 曹主管呢 也打算回家发展去 哦 那难怪了 宋卿城点点头 如果是店里人员不够的话 他倒是能够理解 老板为什么这么好说话了 毕竟现在年底了 招人都不好招 总之 你就安心在家里养着吧 花店那边呢 就不用你烦心了 马上就要考试了 你再不抓紧学习的话 怕是真的要凉了 不会的 纪正廷答应要帮我辅导科目的 再说了 我要求也不高 能顺利毕业就完事了 宋卿城倒是一点也不担心 纪正廷是个学霸 而且样样都精通 绝对不比学校的老师逊色 再加上宋卿城对成绩没有太高要求 所以也没什么压力 相对于学业 他倒是更加关心工作的事 星月常常的哀叹一声 唉 我算是深深的意识到了 你家大boss啊 娶回来的是不是老婆还不一定 但绝对是个小麻烦 什么意思啊 我就那么不堪吗 宋卿城控诉 星月念了他一眼 笑嘻嘻地说 你再不堪也已经有人要了 你怕什么 言下之意 他还是很不堪 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秦城啊 小月 别光顾着学习了啊 快过来吃点水果 老太太端着一大盘水果进来 宋卿城连忙放下书本 过去接过老太太手中的水果 奶奶 您怎么亲自送上来了 让佣燃送上来就行了 这段时间 老太太为了方便照顾他 白天都在主楼这边 等晚上睡觉 才会回副楼去 奶奶闲着也没事 上来走走 沾沾你们年轻人的朝气 奶奶 那您快来坐 我刚刚清诚才说起您的 星月也连忙站起来 过来扶着老太太 在沙发上坐下 说我 老太太惊喜 一边走 一边笑着说道 我这个老太婆 有什么好说的 俗话说得好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清诚刚才还在跟我说 您老人家怎么怎么疼她 又怎么怎么对她好 她说以后一定要好好 孝敬您来着 星月一个劲儿地 替自己闺蜜说好话 老太太笑得简直合不拢嘴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好客气的 再说了 卿尘跟我一样 是我们七家媳妇 我不对她好 还能对谁好呀 奶奶说的是 如果天下奶奶都能像奶奶您一样慈祥就好了 星月说着给老太太拿了块水果 老太太把水果接过来 忍不住对她夸赞说 瞧你这孩子 长得甜甜净净的 说话也这么好听 我小名啊 就叫小甜甜 祖孙俩聊得越来越起劲 星月的甜言蜜语 把老太太哄得开心地直笑 宋卿尘在旁直接懵了 她怎么从来没发现 星月拍马屁的功夫这么一流 晚上 星月离开之后 宋卿尘打算去洗个澡 今晚准备早点睡 周绍锦一直想找机会 单独来看望宋卿尘 却一直没有机会 刚才季灵说 想吃水果 让她来主楼拿一点 她正好逮着这个好机会 上楼来看宋卿尘 偏偏在门口敲了半天的门 也不见有人回应 担心被人发现 她就直接推门进了房间 房间里很安静 她鬼鬼祟祟地环顾了一圈 居然没有人 最后 目光落在卫生间那里 里面的灯光亮着 有水声 应该是在洗澡 周绍锦眸色一眯 想象了一下里面相见的一幕 只差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当然 在这里 她只能想想就算了 给她十个胆子 她也不敢乱来 不过 这绝对是一个 安插窃听器的好机会 周绍锦眸色一暗 立马便离开了房间 几分钟后 周绍锦很快又折回房间 这时候 卫生间里传来了吹风机的声音 看来 宋清晨已经洗好了澡 随时可能会出来 周绍锦在房间里四处观察了一圈 床头位置 肯定窃听不到 纪正厅谈工作的事 所以沙发这便最可靠 但听说 纪正厅有洁癖 沙发几乎是隔三差五的换 所以安装在沙发上 肯定也不行 电视机上的话 又担心电视声音 干扰到窃听 最后 周绍锦将目光 锁定在那个紫檀幕的茶几上 纪灵说 纪家的家具都很贵 从国外空运过来的 肯定不会轻易更换 而且茶几最多就是 每天擦一下灰尘 不会有大洞 周绍锦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拇指大的一点小东西 然后熟练地将窃听器 安插在茶几底部 又拿出手机连接了一下信号 确保万无一失 继而 卫生间里吹风机的声音停止了 周绍锦联盟收起手机 回到门口 假装刚进来的样子 卫生间的门被从里面拉开 宋青蝉披着半干的头发出来 一眼就看到 房间里突然有个人 他吓得退进了卫生间里 清张 别害怕 是我 周绍锦怕他吓得叫出来 赶紧开口安抚他